抑郁症是造成全球残疾类疾病的主要原因 在美国,大约有10%的成年人被抑郁症所困扰 但是作为一种精神疾病 抑郁症比类似高胆固醇等概念更难被理解 其中最容易被混淆的概念在于 区分患有抑郁症,与只是简单的情绪低落 几乎所有人都有情绪低落的时候 考试失利,被炒鱿鱼,与人发生争执 甚至只是雨天都有可能导致心情低落 有时可能根本就是没来由的消沉 伤感就那么不经意地来袭了 但是渐渐地峰回路转,悲伤的感觉总会慢慢淡去 但是临床上所讲的抑郁症却是另一码事 抑郁症是一种医学上的情绪障碍 它无法靠意志来改变 它会持续至少两周的时间 并且会严重影响患者的工作状态 行为能力,以及情感生活 抑郁症有多种不同的症状 情绪低落,对平时的爱好失去以往的兴趣 食欲的改变 自卑或者极度的负罪感 试睡或者失眠 无法集中注意力 焦躁或迟钝 浑身乏力 或者反复地轻生念头 如果你符合以上所述的五项症状 从精神学的角度讲,便可以被判定为患有抑郁症 不只是行为上的这些症状 抑郁症还会导致一些脑部的临床表现 首先,有些变化可以通过肉眼以及X光检测观察到 其中包括检测出较小的鹅叶以及海马体、大脑的组成部分 从更微观的角度讲 抑郁症与以下几点有关 以血清素、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为主的某些神经传导物质的异常传递与消耗 生物中节奏混乱 或是睡眠状况的明显变化 以及荷尔蒙紊乱 例如皮质醇 一种类激素偏高 以及甲状腺激素异常 但是,神经系统科学家始终未能完美诠释导致抑郁症的原因 这可能和基因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有关 但目前我们还没有有效的方法 来准确判断这种作用具体的发生机制 并且由于抑郁症的病症发生于无形 我们便很难发现那些正饱受抑郁症困扰的人 根据美国心理健康研究中心数据表示 平均每一位患有精神疾病的患者 需要花至少十年去寻求帮助 但其实目前有很多有效的治疗方法来帮助抑郁症患者 药物治疗配合心理治疗 可以促进脑内化学物质的产生 在一些特殊的病例中 甚至电休克疗法 及一种像是控制病患大脑进行休克的方法 也有一定疗效 另外一些很有潜力的治疗方法 比如精卢瓷刺激 也正在被广泛研究 因此如果你认识某位正饱受抑郁症折磨的人 请鼓励他们从以上的方法中寻求帮助 你甚至可以进行更为具体的帮助 比如寻求一些此领域中的专业治疗师 又或者是帮忙列一个问题清单去请教医生 对于那些患有抑郁症的人来说 买出这第一步尤为艰难 如果他们有负罪感或羞耻感 请向他们指出 抑郁症是一种医学疾病 就像哮喘或糖尿病一样常见 告诉他们抑郁症并不能成为他们的弱点 或代表他们的人格 而且他们不能只靠自己硬撑来克服这个疾病 这并不像伤筋动骨一样可以自愈 如果你未曾受到抑郁症的困扰 请不要将他们的痛苦 与你平日里的情绪低落进行比较 将他们所承受的困扰 与常见的悲伤情绪相提并论 会使他们为自己的病情感到自责 哪怕只是单纯而诚恳的谈谈抑郁症 都会对他们有所帮助 例如研究显示 询问一些人关于自杀的看法 实际上可以降低他们自杀的几率 开诚不公地谈谈精神疾病 有利于淡化患者的自卑意识 并且让他们更有勇气去寻求帮助 而越多的患者来积极寻求治疗 对于抑郁症的研究才能有所突破 从而使他们得到更有效的治疗 健康的睡眠对心理健康至关重要 而且有助于记忆的形成 观看这段视频 深入了解整晚好眠的益处 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